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只要酷来磕他们家一出新产品 我的B站后台私信就要被你们这些老铁们挤爆 放心你们想看的我都会安排 还是那句话我一个人一双手 尽最大努力的加快测试和拆解的进度 这几天就是疯狂的拆解收集资料 还要加快这些没有测完的产品 他的视频的一个进度 总的来说还是谢谢你们这些老粉丝的支持 不然的话我想忙也是忙不起来的对吧 喜欢我的视频的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吧 谢谢你们今天是你们想看的 这个酷来磕新款10号 plus电能柱充电宝的测试部分的视频 我们话不多说先开箱再测试 这个包装盒还是一如既往的 酷来磕的风格啊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 拿出内部充电宝的本体 充电宝装在一个环保袋子里面 这个就是新款的10plus电能柱充电宝 内部还有一本说明书 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 随着充电某附赠的一根短的 C2C的充电线 这个是10号的标准版 这个是10plus的新款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高了一点 胖了一点 然后厚了一点 显示效果多了一个C口 实际上确实是多了一个C口 老款的容量是36瓦时 新款的plus它是54瓦时 容量加大了体积肯定会变大的 充电某具体的宽度是51.5毫米 厚度大概是34.5毫米 高度大约变成了155毫米 整个充电某连包装 连线材的重量是420克 连线材一起的重量是365克 去掉这根短线 充电某净重350克 整个充电某的设计 一眼看上去 就是一个大号的10号充电某 这上面有张膜 我们把它撕掉 功能按键 库代科的标识 10plus的标识 这边是规格说明 背面还是浮雕纹理设计的一个后背 这个是充电宝的显示窗口 电量标识 库代科10号的标识 我们再按一下 这边则可以显示电流电压的情况 我们再按一下 这一个是保持屏幕显示 自己选择保持还是关闭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格说明 库代科10号超级电能棒plus 产品型号是PB150P 输入参数20伏5A 这个自充功率是变大了的 输出参数总功率120瓦 Type-C1口输出 这个120瓦应该是米家的私有协议 Type-C2口最高输出功率33瓦 USB-A口最高输出功率也是33瓦 这个是电池的能量值 52.92瓦时 我们记住这一个值就可以了 待会我们五次循环要用到 4900毫安 这个是充电宝的额定容量 这边是循环五年 请勿靠近火源 不要扔向垃圾桶 3C认证 可循环理电池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这个充电宝的外观部分 我们简单的开完了 我们就进入五次充方点循环 来测试它的能量转换效率 我们开箱就有53%的电量 我们把这个电全部放完 进行第一次充电 五次充方点循环 我们都用库代科的10号充电器来给它充 采集数据用了仪表 我们还是用自降的仪表 充电宝的自充功率的话 显示的是94瓦多 95瓦的样子 因为有这个线损在这里 所以说这个输入100瓦是足足的 这个库代科10plus 第一次充电已完成 第一次充电器的电量是52.07瓦时 充电时间一个半小时左右 这个充电宝规格里面写的是 最高功率120瓦的放电 但是这是小米的私有协议 我们是拉不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 手机版的私有协议 超频的一个峰值功率而已 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测试来说 没有意义 我们就拉它的PD最大功率 这个充电宝第一次放电已完成 这次放出电量41.71瓦时 放电时间37分钟 70瓦的功率放到28分钟 停了 我就降了10瓦的功率 用60瓦的功率把电放完的 这个充电宝第二次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进去多少电 这一次充进去电量52.47瓦时 充电时间1小时23分钟 第二次放电 我们还是用70瓦的功率来给它放电 看看是不是还是28分钟的时候停止 这个充电宝第二次放电已放完 这一次放出电量40.45瓦时 放电时间35分钟 还是跟前面一次一样 28分钟的时候准时的停了 后面的话 我们就是用60瓦的功率把它放完的 第三次充电 电又已经充满了 这一次充电要快一点点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一次充电充进去50.74瓦时 这次充电时间的话 仅仅用了1小时12分钟 第三次放电我们用15V3A 45瓦的功率来给它放电 这次第三次放电已经放完了 这一次放出电量43.48瓦时 放电时间1小时05分钟 这个充电膜第四次充电已完成 这一次充电的电量53.59瓦时 充电时间1小时13分钟 跟前一次充电时间是差不多的 这一次放电我们就是用36瓦的功率来给它放电 这第四次放电已经放完了 这一次放出电量44.62瓦时 放电时间1小时15分钟时间 第五次充电已完成 这一次充进于电量53.75瓦时 充电时间1小时17分钟时间 这最后一次放电我们就是5V3A 长时间的来给它放电 来测试它的真实的容量 电已经放完了 这一次放电放出44.75瓦时 放电时间3个小时 放出的容量值是9042瓦 这个容量放的有点高啊 充电宝规格说明里面 额定的能量值 这里是4900瓦时 我们用5V3A的功率 放了9040瓦时的电量 这个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标称的容量值了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库莱克10号PLUS新款的充电宝 经过我们五次的实际充方电来测试 我们得出实际的平均转换效率 为83.4% 如果按照官方的52.92瓦时的额定能量值 我们可以换算出 平均的转换效率为81.2% 也算是很不错的了 这是我们实际测出来的这个充电宝的 真实的转换效率 这个充电宝的电 我们再一次把它充满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宝榻的自充曲线 整个充电时间 从0到100 一共花了1小时12分钟时间 前10分钟的功率是 70功率是88瓦 最高功率是95瓦 后面28分钟是 最低功率是58瓦 最高功率是64瓦 然后充到90% 就逐渐的下降功率 整个充电曲线的话 电流的话非常的稳 基本上就是5A的电流在充电 90%就逐渐的下降电流 电压的话它有个变化的过程 前面10分钟20伏的电压 中间就是12伏的电压 充到最后的时候 它又变成了20伏的电压 然后我们就是来看一下 这三个充电口 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首先是这个充电宝 Type-C-E口协议支持的情况 这个协议非常的精简 就一个PD3.070瓦的一个协议档位 然后这个DCP则是基础功率 PD3.0固定档位5个 最高20伏3.5A 70瓦 两个PPS档位都是6A的 这个PPS协议功率挺高的 这个小米120瓦 就是小米家的私有协议 这个是Type-C二口协议支持的情况 PD3.0的27瓦 PD3.0点进去固定档位两个 最高是9伏3A 27瓦 11伏3A 33瓦的一个PPS 然后这一个小米33瓦 是米家的私有协议 DCP则是基础功率 这个则是USB-E口协议的情况 它有UFCS 33瓦的融合快充 高通QC 3.0的5伏9伏 3.6吃9伏 华为FCP的最高18瓦功率 华为SCP的5.5至10伏 最高25瓦功率 三星AFC的5伏9伏 最高也是18瓦功率 然后这一个DCP和Apple 2.4 两个基础功率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 这一个充电宝的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 还有看看它在多口使用的时候 会不会断连 首先启动它的PD70瓦 真实功率66瓦 再接上Type-C二口 接上去的瞬间 Type-C一口功率还是没变 还是66瓦 Type-C二口的话 就是PD的953A 27瓦 真实功率23瓦 我们再接上USB-A口 接上去 C二口会断连 变成5伏基础功率 这一边的话 也是5伏的基础功率 证明C二口和A口 它是一路降压电路 C一口它是纹饰不动的 C一口为单独的一路降压电路 现在这个充电膜满电的状态 我们对它进行实际充电测试 看这个满电的状态 能给几部手机进行充电 首先的话 小米自家的设备 这个自充功率就是120瓦 手机内部的充电加速功能 我们都是开启的 可以显示小米家的120瓦 金标的标识 目前这个手机还有3%的电量 我们采集数据 这个红米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整个充电时间 从3%的电充到100的电 大概花了27分钟左右 我们看一下这个功率 加速充电确实是很激进的 插上充电器 在一分钟的时候 功率就爬升到70瓦左右 一共持续了大概6分半钟时间 然后后面的充电 整个充电的功率的话 最低的时候是33瓦 最高的时候是50瓦 一直充到90% 逐渐的下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 这是小米家120瓦 加速充电的一个充电过程 充完这部小米手机 还有46%的电量 我们再拿一个荣耀手机 来给它充电 看它PPS功率怎么样 这部手机是一款新款手机 它是荣耀300 它也可以支持PPS100瓦的功率 目前手机的电量还有8% 可以显示MAX100瓦的标识 启动急速模式 我们直接采集它的充电数据 这部荣耀300 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压 前面8分钟为18V的 左右的PPS电压段 这个时候的功率 有一个尖峰功率在 75瓦的样子 然后就降为65瓦左右的功率 一直在充电 大概充了6分钟时间 然后降到50多瓦的功率 充了1分钟时间 然后第二个功率段 它就电压就直接下降 然后再涨到9V的PPS的电压 这是45瓦功率 大概持续了4分钟时间 然后再降到34瓦左右的功率 也是充了大概4分钟时间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后面的话可以说是捐流充电吧 电压一直没变 一直在降电流 直到充满电 这个手机从8%的电 充到100%的电 一共花了38分钟时间 充电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充完两部手机 这个充电宝的电量 还有1% 两部手机的电池总容量是 5000毫安加5300毫安 就是10300毫安 可以轻轻松松的把它充满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 这个充电宝的文波输出的情况 看看是不是一如既往的 非常的极品 大家都知道 酷代科家的产品 文波都是控制的非常好的 也许有些老铁会问 为什么不测试一下 它的手机兼容性 这个充电宝的协议 PPS非常的完善 还有Echo的UFCS 对于绿厂的手机和蓝厂的手机 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有PD和PPS来兼容 荣耀手机 红魔手机 魅族手机 都是没有问题 说白了 兼容性除了华为家的手机 功率不高以外 其他的都可以支持到 很不错的充电功率的 首先我们来测试 Type-C ECO的文波 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8.3毫伏 平均文波6.6毫伏 9伏3安27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1.6毫伏 平均文波9.3毫伏左右 12伏3安36瓦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24.9毫伏 平均文波19毫伏左右 15伏3安45瓦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22.0毫伏 也就是22毫伏 平均文波在18毫伏左右 20伏3.5安70瓦功率 也就是这个充电宝的 PD最高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5.8毫伏 平均文波33毫伏左右 我们现在来看Type-C二口文波的情况 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0.1毫伏 平均文波7.8毫伏左右 9伏3安27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22.1毫伏 平均文波9.9毫伏左右 我们再来看看 A口的文波 是不是跟前面两个一样 表现非常极品 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0.5毫伏 平均文波8.1毫伏左右 9伏3安27瓦的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1.7毫伏 平均文波10毫伏左右 这个充电宝的文波 表现非常非常的极品啊 三个充电口全部测试了一遍 最高的文波没有超过40毫伏 也就证明了 库代科的工程师 确实是认真的在做一款产品 这个库代科新款的10号PLUS电能棒 测试部分的内容 全部都做完了 各项数据还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文波 一如既往的 非常极品的文波 这个10PLUS电能柱 在以往的10号标准版的基础上 把电芯容量加大 增加了一个C口输出 然后就是细节上的一些升级 功率的话 继续和10号差不多维持不变 进一步细分 10号电能柱系列产品 让消费者又多了一种选择 我这里主要是测试它 最主要的详细性能数据 供大家参考 这一波测试下来 不负众望 这又是一款好充电宝 极品充电宝 这也难怪 库代科产品的热度会这么高了 这个充电宝咱们后续也是会拆解的 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喜欢我这个频道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 走起来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